李铁这个人我看得最准了 早在去年六月我就严厉的批评他 我的预言是直截了当 看他这副模样很快就得下课 结果果不其然 去年十二月这个头铁不得不把叫边放下 这是去年 那么今年的八月八号 我再次提前告诉大家 李铁就是害群之马 谁沾上他谁就要倒下 这是我八月份的预言 现在是十二月 预言又一次应念了 大家看到李铁碰过广州恒大 广州男主要跟大家拜拜了 李铁还碰过河北华夏 河北华夏已经贴定降级 中高的球迷再也看不见他 那个武汉卓尔被李铁坑得残不忍赌 俱乐部负债四个亿 无论如何也是还不上 更何况总经理和董事长 双双在里面喝茶 面对这样一票烂账 神仙也没有一点点的办法 他们的球队就是武汉长江 中超比赛即将打光 这个武汉长江可怜爸爸苦苦挣扎 很可能遭遇降级了呀 哎呀说实话 我宁可预言不准 一顿打脸子噼噼啪啪 没关系的呢 但是人的直觉有时候就是这样 神准无比呢 三支球队都被离铁站上 现在一个接一个的倒下 您说有什么办法 球队倒下也就倒下 最悲催的是 与铁铁有关的人啊 瑟瑟发抖无比恐慌 去年一年 程序员跟着铁铁坐飞机 包宾馆海生红茶 天天度假西亚的风光 阿面鹅的钞票是一大把一大把 扔给了卡塔尔的多哈 这群败家者呀 大家猜想猜想 这个老陈现在还睡得着觉吗 还有那个老杜 穿针引线暗杜成商 海生广告吹这个震天响 广告一拍黄金万两 知人的腰包鼓鼓喇喇 可惜啊 四到尽头要算总战 表面上假装平平静静谈谈荡荡 实际上是热锅上的蚂蚁慌慌张张 我再说一遍啊 理解就是海群之马 谁沾上谁倒下 我的眼光至少比猪广虎好得多呀 我在想这个老猪啊 当初怎么当的选帅组长 为什么选出这么个东西 脸面丢光 老猪啊应该正面回答 把选帅的小动作 原原本本详详细细的讲一讲吧 一体案件 最初只搞到几只臭鱼烂虾 我那时就劝大家 不要着急啊 大鱼肯定有 都在深水区里躲藏 您看看 现在李铁城门失火 大鱼被烧焦了尾巴 尾巴都焦了 还跑得掉吗 从这个意义上讲 生妈李铁是毫不冤枉 谁沾上谁倒下 也是应该的下场 哎呀 谁沾上谁倒下 看起来是好事一桩 只有这样推倒重来 中国男主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 为什么 我rz focused With eso 让我用我们讨论 a more 我 是啊 keln 才能 sm